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已经一天没吃东西了 这场不知道还要打多久 驻军三面包围 城内士气低落 不仅有久久不到 如今只能期待原军早日赶来 不然 城破只是时间问题 唉 再坚持一下 只要能让我再坚持一段时间 喂 小夕老婆 您睡了没有啊 啊 是谁 哈哈 居然一个人在这喝闷酒 怎么了 是有什么烦心事吗 是黑田甲的小鬼啊 这么晚了找老夫有什么事吗 现在城还没破呢 还是先适可而止吧 万一弄巧成拙就不好了 嗯 若是诸军入城 鬼物可以绊住他们 方便我们撤离 暂时还是需要的 不过我会让下面的人注意 避免太多鬼物在城里游荡 话说啊 小夕老婆 你能不能想办法 把我送出平城去啊 这是为什么 当然是因为危险了 城外可是大猪的军队啊 城外可是大猪的军队啊 留在这里啊 不是被大炮轰死啊 就是被人砍下脑袋 你活着一大把年纪 欺负正义无遗憾 我可不想就这样死在战场上 如果城破了的话 我可是会一个人先开溜啊 存在 你这样还配做黑田家的子孙吗 对了 刚才接到报告 藤原那支西营队 已经全军覆没了 什么 如果真的事已不可违 我会送你突围出城 我会让你不明不白死在这里 那就多谢了 啊 真是麻烦 靠这些鬼玩意儿 真的能绊住大猪的军队吗 小夕老伯 我看未必啊 武丹峰是平城北部的平常 想断窝客后 此处必须拿下 存我命令 攻杀 杀 冲火 冲火 你学习 把它移动 你只是有什么 在你 你将其批性 你的任务型技能 杀牒五麻 已经结束了 好快 这家伙确实能对付 目标 后腾嘉义 战果大将 专精 剃刀 被动技能 剃斩 使用剃刀类武器时攻击力提升百分之一百 击杀目标可提升炎伏事件进度 小子 还不乖乖受死 训战 砍招 你 你这混蛋 好大的力气 可恶 如如带剑 不是致命伤 虽然他只有披斩这一个招式 但却无比迅猛 实在难以招架 汉剑队提刀 短刃战长兵太过之亏 还是要一场架 此次炎伏事件内容为 自由对决淘汰一只戏 原来就是真人版吃鸡了 既然来了 就别着急走吧 有趣的地方 有趣的地方 我去年轻人的决定 我去年轻人的决定 他会让他翻误 我去年轻人最后 所以我会让他来 让他翻误 变成了一只戏 会有时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